有一个冷笑话 说这个猫熊呢 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拍一张彩色照片 但是不可能 因为它本身就是黑白的 不过现在有一种猫熊 真的可以拍出彩色照片 因为它是红色的 画面中这种长得很像 红色晚熊的动物 其实叫做小猫熊 因为毛色泛红 也被称为红猫熊 最近有44只小猫熊 进驻云南的普尔国家公园 大陆希望稍后在这里 繁殖出更多的小猫熊 好让普尔国家公园 变成全中国最大的小猫熊基地 刚搬进新家的小猫熊 有的为了抢水喝 互相呛下 还有小猫熊为了打架 还站起来增加气势 44只小猫熊中 有13只公的 31只母的 其中有8只小猫熊 已经怀孕 因此他们搬进新家后 很快就会在这里 繁殖出下一代 所以这群小猫熊中 最受瞩目的是 这只白色的小猫熊 它是6岁的欢欢 是只白化症的小猫熊 由于欢欢长相与众不同 特别受到欢迎 而欢欢似乎也很爱抢镜头 看来小猫熊保育区里 已经诞生了一位明星 中心新王和猪猪报道